請姜婉儀老師代表兩位老師來報告 五分鐘補現 謝謝 現在開始 請我介紹 大家好 我是姜婉儀 然後我今年27歲 然後是姜老師第二屆的病界畢業生 就是文資處的一個文化寶石計畫的病界畢業生 對 然後然後我從小就是在劇校 在劇校就是讀十五歲 所以從我十歲到現在都一直都在學歌仔戲 正房秘居 對 然後目前呢 目前是新團還有就是台北的一個青年劇團 就是在營業當團園 在在廖師身邊四年五年這當中 我一直都是持續可以在廖師身邊當主教 對 就是每一次他去譬如說社團的 或者是研習班的 或者是學校的 就是戲劇學院的教學的時候 我都是會在旁邊就是跟老師一起教學這樣子 對 我要練成講小蛋 小蛋 那這樣一段來聽聽看 唱一段嗎 對 好 好 好 我可以幫你幫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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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那我們就表演陳少林娘裡面的一村的一個角色 好 一個一個七字調 慢七字 好 好 好 我好,我來我愛情 是有氣地地下坑 可以玩 那妳是蛋 那妳就 我想要解釋一下 因為歌台戲其實他們沒有戲分 聖誕節的故事 所以其實基本上 我剛剛演的是鴨懷懷 對 新的其實是我是老大 然後女生任何一個 只要是女性的角色 我都必須要回來 對 這才是可以具備一個字 可以教學 因為比如說不可能花很多很多的錢 去請聖誕節握手 一個老師叫一個劇團 對 所以一定是妳在 因為我們老師在教我們教學生的過程當中 廖師 對 在教我們教學生的過程當中 他就是希望我們所有的角色 所有的 比如說我是專攻女生 那我所有的角色 包括我乳蛋 包括我老蛋 然後震蛋 鴨懷 全部都要回 這是 這才是基本老師 要具備一個條件 那我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空洞 好像是年輕人比較少 年紀大概都是 稍微忠明 那麼在教學上 妳跟在外面 更年輕人在教法上 會有沒有什麼區別 其實我覺得如果次比股東股東這一塊來說的話 是有落差 就是教教朋友跟教大學有差 可是因為我在教老師那邊 我們也有教研究班 對 所以我們也是有在教就是 一般媽媽然後下班了以後來學學再來洗術 對 就是以他們的能力為主 他們可以做到哪裡 是他們的最極限或是最好 那我們就是教到哪裡 那請教一下 妳一生在教老師 當醫生是當一年還是兩年 一年 五年 所以所謂畢業 醫生應該來講都是 兩年 我們的其實是四年 但是因為我太喜歡 我太想要跟老師一起說 所以我自學的 又站在那邊自己跟了一年 又跟了 對 然後老師都說 那不然剛好我跟了一年是剛好有一個機會是 因為他一次一生只四年 只週三個 對 所以他說那你要不要來 就是來享受的那個人生產 所以妳是兩年 一年 一年 對 就是四年 就大家就好 謝謝 謝謝你江老師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 我們就到這裡